如果生命能像古老的清旋再次多多 我渴望能重新地诠释爱你的感性 轻轻握去你脸庞的泪碎 可我依然还是无法弥补给你的痛 眼前每个回忆的转成一风一风吹奏 就像夕阳灰在它最美的时分坠落 轻轻抹去你脸庞的泪碎 可我在冥冰之前又能挽回些什么 离开你我永不靠走 从以前还最美的时候 不想让你看着我日渐凋零日渐脆落 离开你我永不靠走 在明明还会醒的时候 把好的一切留给你把悲坏痛苦我一个人带走 我永不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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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你我永不靠走 眼前每个回忆都穿成一钮红吹奏 就像夕阳灰在它最美的时分坠落 不做刹那间消失的影响 不过在命运之前又能挽回些什么 离开你我永不开走 以前还算美的时候 不想让你看着我日间凋理日间坠落 离开你我永不开走 在黎明还会醒的时候 把好的一切留给你 把悲坏痛苦我一个人带走 把悲坏痛苦我一个人带走 我一个人带走 我一个人带走 从创作歌曲到制作专辑 从幕后走到幕前 童安格先生以成熟的形象 在流行歌曲夜谭中 建立了他个人独特与众不同的风格 他的音乐激动了每一颗孤独的心 他的歌曲呢 唱进了世间男女不了的琴 今天很难得的又有机会邀请他到节目中来 我们就不耽误时间 再聆听一两首他个人早期的创作歌曲 来感受一下他心灵的境界 我们尽尽地欣赏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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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愛過一個孤燈下的背影 也曾經錯過一場殘綿的一次雨 究竟是誰在徘徊這無盡的路 無法再對你傾訴 在那孤燈下音樂留著我的臉下 靜靜的月光或著雨水漂浮窗袋 究竟是誰又造成這一錯再錯 是否我沒有機會說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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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 愛你 愛你多餘 我曾經愛過也曾經做過你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愛你 如果你還能記得找我陪你多餘 如果妳還能記得找我陪妳多於愛妳 如果妳還能記得找我陪妳多於愛妳 詞曲 曲 李宗盛 該怎麼形容一個女人 愛是妳的輪廓 很努力尋找 屬於自己的藉口 居然依然尋不到 一個適當的理由 在世間的左流裡沒收 該如何面對一個女人 走進還是冷落 切切對妳說 不要憂傷的結果 讓聲譽的顫抖 延續最後一刻走 在掩飾的無奈中 裡穿梭 我為了辨知 那美人的夢 被冤枉像飛蛾 不像那野果 一直當落幕 也愛無反顧 啊 女人 如何令人心動 淚水 還是妳的笑容 啊 不覺中我已沉醉在妳的所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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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Jenna 啊 啊 rotate4 啊 automotive 究竟打算如何 你為什麼不說話 你送他给我一个交代吧 你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你不会连我们的定情之物都忘了吧 从小 我们就只赴为回 如今我的父母亲已经不在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当初说好十八岁嫁到你们家 如今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每天看着哥哥嫂嫂的脸色 好像生跑会刺他们一辈子一样 你给我一句话 我俩今生无缘 我欠你的 下一辈子肯定补偿给你 你忘了我 你说什么 我说我俩今生无缘 阿姨 陌生的人群 熟悉的心情 刺痛了我的心 将我留在黑夜里 窜起我曾经拥有的过去 到底是什么 伤透你的心 是你封闭自己 宁愿活在寂寞里 默默的心疼 自己受的委屈 为何你的感情 让我如此的难以靠近 该如何 采透你的心 难以琢磨的感情 最后的结局 却为何输的是我 哭的却是你 付出我所有痴心 一生的爱给你 却让你哭红你的眼睛 难道这一个痴狂的心 是你选择分离的原因 付出我所有痴心 一生的爱给你 为何你不懂我的真心 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却又进步自己 偷偷哭泣 却又进步自己 偷偷哭泣 刺痛了我的心 刺痛了我的心 将我留在黑夜里 穿起我曾经拥有的过去 到底是什么 想透你的心 对你 黄色的心 静默满的人 据你封闭自己 宁愿活在寂寞里 默默的心疼 自己生的委屈 为何你的感情 让我如此的难以靠近 该如何踩透你的心 难以琢磨的感情 最后的结局 却为何输的是我 哭的全是你 付出我所有痴心 一生的爱给你 却让你哭红你的眼睛 难道这一颗智光的心 是你选择分离的原因 付出我所有痴心 一生的爱给你 为何你不懂我的真心 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却又情不自禁 偷偷哭泣 付出我所有痴心 一生的爱给你 却让你哭红你的眼睛 难道这一颗智光的心 是你选择分离的原因 付出我所有痴心 一生的爱给你 为何你不懂我的真心 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却又情不自禁 偷偷孤寂 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作者是这么说的 你要改变一个人当然可以 我不反对 可是为什么不先设法改变一下自己呢 那样比较有益处 也比较安全 的确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来改变一下自己 批评就留到明年再说吧 静香花月夜 节目时间就到了 给您说声晚安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